嗨朋友们 小潮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我身上穿的这件白色上衣 袖子版以及工艺自作 看着这件衣服 大家肯定都被这个工艺给难到了 其实它并不是很复杂 关键就是在这个抽折 我建议大家去用这个皮筋底线进行抽折 这样的方式呢 它比较的简单 也非常的实用 现在呢 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打版以及工艺自作 首先我们这个后绣笼糊长是24.5 我们减了一个0.5的层就是24 前面呢23.5 我们将前后绣笼糊长加起来就是47.5 然后减去一个0.5等于47 那么就是整个前后绣笼糊长啊 是47厘米 我们打它的一半就是23.5 这个呢 作为我们的啊 绣衫斜线 这样打出来的 前后绣肥是一样的 这样子大家呢 就比较容易操作了 不容易出现前后 这个绣底封线呀 不一样了 所以这种方法 我觉得比较适合啊 初学者 首先我们换一条基础线 然后啊 再垂直 换一条直线 绣衫呢 我打的15厘米啊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绣衫要怎么样定 其实绣衫呢 就是我们整个绣笼糊长的三分之一左右啊 基本上会比三分之一小一点 你像47它的三分之一差不多就在15点几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打个15厘米 打15厘米或者打16厘米都可以 16呢 这个绣衫比较高的话 我们这个绣肥呀 它就相对的啊 它就比较窄一些 绣肥就比较窄一些 如果我们的绣衫打的比较低一点的话 我们绣肥就会大一点 绣肥就会宽一点 大家自己去掌握啊 掌握这个度 如果你打的是比较休闲款的 那么我们的整个绣肥就相应要大一点 如果是时装款的话 我们就尽量把这个绣肥啊 打的小一点 袖子呢 就比较合体一点 所以这个绣衫的这个姿势点 大家可以根据我刚才讲的作为一个借鉴啊 就在前后绣勾弧长的三分之一这个左右 自己进行一个调节啊 如果不清楚 可以去测量一下自己休闲的款和时装款的绣肥是多少 将这个数字呀 记下来之后 自己以后打什么类型的衣服都可以按照啊 这个绣肥跟这个绣衫来进行打板的 那么我定的就是15厘米啊 没有定16我就稍微这个绣肥啊 稍微肥一点啊 然后我们刚才是23.5 我们通过这个绣衫的点 像这条直线量取23.5 那么啊 这个香蕉的这个点呢 就是我们的绣肥 前后绣肥我们打一样 就是18啊 这边的话啊 前绣肥我们就直接打18 然后啊 连接 前绣三线 这个绣肥线怎么样打呢 之前我有讲过 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我前面的视频 也可以按照我今天讲的这个计算方式去做 也非常的简单 通过这个绣终点 我们画一条垂直线啊 这里向外一个6厘米 它是多少呢 三分之绣肥 两边同样都是的啊 找到这两个点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多少 四分之绣肥啊 四分之绣肥 多少 4.5啊 4.5 然后啊 从这里向外量 这个是多少 2.25 这个是八分之绣肥 我们将这条 这两个点先连接啊 然后将这个点与这个点进行连接一条线啊 通过这个点与绣斜线 垂直 找到它的一半的这个点 做一个标记点 通过啊 这个点与绣斜线垂直 找到它一半的这个点 做一个标记点 同样的这边也是一样啊 通过这两个点 找到它一半的点 好 我们先画 后绣肥线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啊 这里是一个点 然后 这里点到这个点 我们画绣肥线啊 通过这个曲线纸 它是非常好画的啊 这样子 就画出来了 底下我们将尺反过来 前面同样的方式啊 好 底下啊 我们将尺反过来 那么我们前后绣弧线就画好了 然后定绣长 这个你可以打58厘米 啊 就是我们整个的绣成 58厘米 也可以打半绣 55 也可以打七分绣 八分绣 这个呢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打 这个是绣口线 然后一边 16厘米 绣口的宽度啊 这个绣口的宽度 大家自己可以去定啊 因为这个最后我们是要用皮筋啊 抽则的 所以这个宽度无所谓 你也可以直接打下来 跟绣肥打一样宽 都可以 整个袖子的板呢 我们就完成了 袖子的板我们就完成了 整个啊 前后一片以及袖子的板 我们就完成了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工艺自作了 首先呢 我们做的是这个绑带 这个绑带呢 宽度是一厘米 所以我们在裁剪的时候 裁一个宽度为三厘米 长度呢 我用的是幅宽 一共裁四条 将它0.5的缝分 缝合了以后再翻过来 接着我们做前线 前片我们这个肩部这个地方 抽一个小碎则 大家呢 可以用我这个啊 底线用皮筋的这种抽则方式 我是觉得抽出来最均匀 也最方便的 这个小碎则 抽完了之后呢 我们是把这个上一片和下一片啊 都要抽则 同样也是用橡皮筋底线 抽则完了之后进行缝合 这个绑带呢 一半的这个是压在这个分割线的上面 一半呢 是压在这个分割线的下面 这是我寻找的天堂 听我说 幸福很简单 就像一家一 平凡的生活 没有太多的激情 时光交织着变换不变的 只有你我幸福的容颜 你和我加上一个你 组成一个爱的 这个里面啊 这个前面的领贴做好了之后 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边边呢 我是先将它锁了边之后 然后向里面进行一个折边 这个下一片这个地方抽则了以后呢 我们先将底下的这个绑带 跟它同样的地方进行固定 然后再将底下的这个绑带啊 给它缝字上去 时间从这个上面到这个下面这个地方 隔了是三厘米 这个宽度大家自己可以掌握 我觉得这个三厘米做出来 效果还是很好 一家一 平凡的生活 没有太多的激情 时光交织着变换不变得 只有你我幸福的容颜 你和我加上一个你组成一个爱的天地 让我牵着你一起唱 这个地方搜则 搜则了之后要锁边 底下同样的啊 锁了边之后啊 然后再将这个绑带给它压上去 里面啊 也一定要处理干净 这个两边呢 也要锁边 袖口啊 袖口这个地方 我就是在里面加了一根皮筋啊 这个袖口的处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 也可以做成喇叭袖 可以做成各种自己喜欢的造型啊 这件白色上衣 全套的打板以及工艺制作 全部分享给大家了 下一期小勺要做什么样的衣服呢 敬请期待 感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与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